在这个非常诡决多变的国际局势当中 今天看到了一则蛮有趣的 但是也觉得说到底是真的假的 这样的一个国际新闻 就是墨西哥他们举办了一场UAP的听证会 什么是UAP UAP其实就是以前我们都叫做UFO 就是幽浮 也就是不明飞行物 但现在我们这个就是国际上面 把它改成叫做UAP 不明异常现象 这是根据英国太阳报的报道 不过看到太阳报大家就知道说 我们要不要先对这个报道 可能要站在一个去挑战它的一个角度 太阳报报道是说 这个墨西哥的这一场UAP听证会 其中呢这个专家叫做海梅莫森 他在13号在这个墨西哥国会 办的一场听证会上面 就展示了两具外星人的遗害 画面当中你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看到 这是他们所展示出土的 这个外星人的遗害 那么也表示说呢 墨西哥举办这场听证会的目的 就是为了要推动 要一项法案叫做空域保护法 这个法案呢 是要保卫墨西哥领空 不受到非法航班 或是不明飞行物的入侵 而如果这个法案一旦通过的话 墨西哥将会成为全球第一个 在法律上承认外星人存在的国家 据说是外星人的遗害现在在墨西哥的国会听证上被展示出来到底是代表什么 是代表国际认证有外星人的存在吗 我们怎么解读 大仙伟 墨西哥国会已经大概是我看过第一个就是官方就有官方背景然后的单位出来告诉大家有这件事 那我们就姑且心相信他可能是有这件事 但是我觉得墨西哥很妙的就是说 他为了推动空域保护法 是为了要防止不明飞行物入侵 这分两个问题 第一个 如果真的有外星人你防得了吗 就你到底要怎么防就把他打下来吗 然后第二 如果真的是有外星人的话 可能全球都要推动空域保护法 而不是只有墨西哥而已 所以他强调说这个非法航班 我蛮好奇说 他指控入侵的非法航班都是哪里来的 所以我也觉得墨西哥的国会议员很有想象力 就是很有创造力 太妙了 就是这到底我自己也担任过国会议员 我不懂这个法律到底能够产生什么实质效果 或者他到底针对的对象是谁 那但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照片 当然大家都还是很震惊 我记得我今天早上看到照片我就说 原来电影讲的都是真的 而且长得都很像 就如果你说他出来外星人长得跟电影的不一样的话 那你姑且还说这个电影猜错了 可是看起来都很像 就是这代表什么 就代表我以前在学校有一度教未来学的时候 我就告诉学生说 你想知道未来是什么吗 你就看电影就好 那接下来我觉得世界各国就要认真想一想 就如果真的有外星人 当然这两个是1800年跟700年以前来的啦 那现在如果来了呢 你该怎么办 现在来了如果没有善意 你到底该怎么办 我们现在自己人都打了个乱七八糟了 美中争霸都还没争完 然后哪一天外星人来的时候 到底是美中还要继续这样争霸下去吗 那总有一天我们可能跟外星生物接触 只是这个接触究竟是善意的 带友谊的 还是敌意的 这个带侵略的 那我认为啦 就是每一个国家的政府 如果真的有类似这种讯息 就应该要公开出来 甚至要大家公开来进行讨论 所以这个空域保护法是不是对的 是对的 可是那要全球一起做 墨西哥一个国家做没用 外星人如果来的话 如果是带着敌意的话 那当然地主人就要团结起来了嘛 不过这个当然是引发很多的 这个外电的报道 路透社也报道说 在这个听证会上面公开的 这两具外星人的遗骸 师生是在这个秘鲁库斯科发现的 那国立自治大学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通过 放射性探定年法分析 这两句呢 就是刚刚大监委员提到的 他们的这个年龄 大概是1800年到700年的这个历史 其中有一具 还有三颗卵 外观上面其实就跟大家在科幻电影里面看到的 有点类似 就是有大大的头 细细的身体跟这个四肢 然后呢 三根这个手指跟脚趾 好 我要问这个一任 你觉得外星人的存在与否 重要性在哪 这一次墨西哥 他为了推动空域保护法 他讲到一个很重要 叫不明飞行物的入侵 我第一个想到 也许是因为政治工作做了一段时间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 他其实是要类似去防止 过去中共气球 飞到美国那样的事情 无法可依 我要怎么样把它挤落 也许我摩西哥没有这样的法律 所以我想到的并不是跟外星人有关 而是第一时间我想到是 也许是政治上为了防... 就也找到一个借口 没错 只是这个莫森 他过去有大量的这个经历 是要去揭发外星人存在的这个事实 所以他利用这个机会 听证会嘛 大家都可以来讲 所以为了推动这个法律 而莫森他就把他手上现有的材料 拿出来用 最后补充一点 如果我们真的是有外星人的存在 那假设他跟人类 所有的构造都很像的话 那他应该是胎生 但是他有三颗卵 这个就让我觉得这是完全... 现在各种说法都有 我继续请教大使 因为其实讲听证会 美国也开过UAP的听证会 美联社也报导说 众议院在7月26号 是两党 民主共和两党一起开UAP的听证会 然后为什么会开呢? 就是因为有一位前空军情报员官员 他是叫大卫格鲁什 他在6月指控说 2019年他在执行公务的时候 发现美国政府企图隐瞒一项长达 几十年的秘密计划 而这个计划当中就是专门提到了收集 坠毁的来自外太空的不明飞行物 然后试图对于这些不明飞行物来做逆向工程 所以召开美国召开听证会 跟墨西哥召开听证会当然意义不同 美国召开听证会的目的跟意义您怎么看 事实上我只要看是2021年曾经有官方 美国的官方有承认过 是有这么一个不明的物体 它2021年6月 所以国家的情报总监办公室 叫ODNI发布一个幽浮的报告 2021年 这个网站可以找得到 他们是说从144件 具体有承报了这个市政里面 只有一件是一个乌龙事件 可是另外143件 却有事实存在 却有证据存在 可是不晓得是什么样的东西 它并没有说是有外星人 这个并没有三个字 只是不明的物体 然后更妙的是 美国的前任总统奥巴马 就在那一年 2021年 他上个节目 跟那个名嘴谈 后来跟一个专业主家谈 这个UFO 他说他也在总统任内 也看到一些影片 有显示出这种不明的物体 他这种事情是存在的 可是目前还查过真相 那我个人觉得 我在美国的时候 也看到一个杂志报道 在那个80年代 最有名的电影 Steven Spielberg 拍那个第三类接触 后来提供了ET 这电影之前 他也根据 有跟美国的NASA太空总署 还有美国的情报单位 都有接触过 参考很多资料 Spielberg是个非常用功的 很认真的一个导演 所以他认为是有所本 你看他怎么凭空到时候那个造型 对 他应该有所本 跟现在很像 所以他是先知先觉 可是他弄之后来把电影拍 拍得很成功 后来听说他ET拍完之后 我在美国听说 他就被美国的当局 就礼貌地按下说 可以了 别再继续拍下去 这事我们就到此为止 刚刚您提到NASA 其实NASA有成立UAP小组 BBC报道说 其实NASA一直到2022年 设立了一个小组 研究所谓的UAP现象 如果真的从一个 比较阴谋论的角度来思考 那个太空科技 其实很先进的 那真的有国家他们发现 可是他不愿意公开 是因为他想独享 这些外星科技 如果从这个角度的话 周老师你会怎么看呢 第一个我觉得这个David的Grosh 他的这个格鲁斯 他的这个指控 其实是很有杀伤力的 因为他是可以接触到 很多极机密的资料的 因为他是空军的情报官 情报官员 所以他的那个指控 就引起很多人的讨论 那当然你也可以看到 就是美国NASA成立 这样子一个UAP的小组 而且他的小组是召集人 就是这个太空总署的署长 就说明他们高度重视这件事情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觉得第一个 过去其实因为很多次 发现这些所谓的优福的报道 最后都被证明是错误的 所以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这是不可能的 而且很多从常识判断说 这个世界怎么会有跟人类 有人类以外的生物 跟人类一样的聪明 甚至比人类还聪明 这个当然跟我们的常识 多数人没有接触过 所以当然跟我们常识不一样 那当然也有些人说 从这个 有些人对圣经的解释认为 这跟圣经的某种解释是不一样 那现在为什么被 为什么他们愿意去正面对待呢 第一个因为大家都 就不同的国家开始 比方说中国大陆 俄罗斯 印度 现在都能够登月 能够向外太空发展 对 所以大家慢慢就把这个 一个谜团给解密了 所以变成说 对于这个事情 就越来越正面看待 说我们可能存在一个 我们还不知道的世界 那所以我们应该要把这些事情 让大家了解 第二个就是说 因为美国政府的确投入了不少的资源 那你从一个法治国家的角度来说 那这些资源如何被使用 当然应该要公开透明 所以这从法治的角度也是合理的 那我认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刚才讲到UAP这个词 因为原来是叫U服 现在不用这个词 为什么 因为很多发现其实根本不是飞行物 它只是一个异常现象 或一个现象 它只是一个现象 那现在它就是说 要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要解密 让大家对这个问题 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我想这个也是避免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这样子一个现象 不断被添加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解释 可能对国家的公信力也好 或对政府持续投入资源来讲 都会有妨害 人类是充满好奇的 但是在好奇的探索过程当中 才发现人类是多么的有限 我们稍后回来关心 普京会马上回来 关心国际大事 掌握两岸动态 珍惜地缘局势 周晚到周六晚间九点 怀疑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YouTube传朋友请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叫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